我們有三大展 這每一年都是三大展 那一個月份就是當他CS 為什麼他這麼重要 因為他第一個展 第二個他很會帶風向 那我們剛剛講這個風向要帶出來 我們剛剛大家聽了就是 車子 AI 對吧 我們剛剛我們在那一區 平安健康區一直在談車子跟AI 那這個就是一個趨勢 所以他把風向帶出來了 我們就掌握他的趨勢就好了 那另外一個 其實我們剛剛也聽了一個叫做概念 概念是有可能做不出來的 但是我有這個概念 我必須告訴你們 未來可能會這樣 Maybe 我做不出來 股價只要有概念就好了 沒錯 那概念股就要開始漲了 到我們這個地方我們就開始 那主軸我們就確認了 那雖然後面這兩個展 它其實也蠻重要的 但是它帶風向了 我們就來看 那投資人該怎麼操作 去看供應鏈 我覺得供應鏈這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慢慢講 大家要看題材 那什麼叫做題材 要看獲利 好 那這三看了 看完了好了 供應鏈 簡單來講我們剛剛形容的 我剛剛前面說過 華福它是誰的供應鏈 我們想一想 特斯拉 它有供應特斯拉 好 那我們再回來 那AI的話我們就去想說 那廣達它提供給誰 四大雲端業者都有 所以它伺服器的供應鏈 它是很強的 但不對 它NB也是一大堆的代工 又是一大堆的品牌 所以它供應鏈好強 好 那這個就沒問題了 看題材 它跟AI有關係 它是AI 它走雲端 它是server 那是AI雲端 之前掌握了對吧 它先被拉回了 那不對啊 我們現在討論是AIPC 但它又有AIPC 所以題材它多兩個 然後它又有車用 它有三個 那還有沒有 越多越好 所以要看題材 那大家都講說 那我們看題材 我們就是感覺不用 基本面的不對 那要看基本面 就要看獲利 那所以我還是請大家 投資人的操作上 如果真的要去看基本面 安穩的話 就看這三個 供應鏈 題材 獲利 OK 好 再來呢 展前大漲後的回檔 那來了 那不就是AIPC 對 好吧 而且要看支撐 看支撐不看壓力 OK 所以後事可期 後事可期 那等一下我就讓大家去看 支撐壓力怎麼去看 那這來了 我們先看一下 曾經的廣達來到282 沒錯吧 大家都有印象 那麼前三季 它賺的是這樣的 這個是獲利面 所以它獲利是相當不錯的 所以我們再來看技嘉 曾經來到382 但是你看它前三季 它賺的是5塊多 好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比較了 華碩 曾經500 好 那低價是300多左右 微星216 這個大家看完之後 有一個感覺 這邊的價格都比較低 對 好 那這邊就是鋼海 我們剛剛講的叫做AIPC 也就是它漲 最近漲 然後拉回來休息 問 可不可以買 可以嗎 等一下 等一下 問題是前面漲過回來 可不可以買 跟後面最近漲過回來 可不可以買 對 我們要怎麼來選擇 要我選的話 我會選全面先漲的 然後先拉回修正的 為什麼這樣講 這幾天大盤在拉回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這一群股票 反而比較嚴重 因為它後面才漲的 它現在才在拉回 它在測試 測試支撐 好的 測 他們都測過 為什麼廣達這麼穩 連續兩天 打到月線彈起來 所以月線剛支撐 好吧 它支撐找到了沒有 我們先找支撐 我們不要看壓力 壓力在這吧 壓力應該是260 280 那個叫壓力 但是它支撐在哪邊 在月線 所以打到月線 這邊跌破 沒有跌破 對不起 打到月線彈起來 那叫支撐 所以我認為廣達 可以去參考 那為什麼可以參考 我們就來看一下 怎麼可以參考 來 廣達 來了 我們剛剛講的是 重點是在什麼地方 我們要看題材吧 對吧 那大家有什麼題材 Server 車電 AIPC 三種 客戶沒問題 哇 那想一下 我先想一下這概念 如果它的車電是這邊 因為大家都了解說 它接到的單子是GM的單子 但是2025年才會出貨 但是有1400萬套 我先想一下 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然後每套的單價是3000美金 然後它的毛利是高於40% 那這個我就穩了 為什麼 在2025年 廣達 它加上這一塊 再加上現在的業務 那這種股票叫做中長期的潛力股 OK 報告完畢 這樣就可以選完了 就這樣完了 對 到2025都沒事 都這麼好 不是 只要股價 那現在股價OK嗎 我們拉回月線是不是支撐 那我覺得我們要進場的話 簡單來講 這種股票 我們看完它 檢視它的題材 破例面都沒有問題了 那好 那就是拉回月線準備進場 OK 大家會覺得 大半相好可怕 是不是要等到選舉完 真的要等到選舉完 你看這殺了三天 它都殺不下來 就代表什麼 籌碼是穩定的 我外資在那邊丟 我對不起 我還不下來 我就在平盤上 我還反逆勢攻 這種股票 就在逆勢當中 它就是接受到考驗 所有題材 給予一聲 這種值得參考